大家好,欢迎来到《深读睡眠》栏目 我是美国这边的睡眠心理学家,易珊 大家好,我是静 我是美国一三心理诊所的一名心理咨询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做梦这个事情困扰到 或者有没有觉得做梦很有意思 我小时候经常做一些神奇的梦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跟静一起来聊一聊做梦这件事 哎呀,易珊,这个做梦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对做梦这件事情一直很困惑 我给你举个我的例子吧 就是我曾经在第一次拿到名校录起通知书之前 通知我的这个学校的教授呢 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在给我打电话的这个时间 刚好是我午睡的时候 所以那天我就是睡得迷迷糊糊的 然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然后被告知书啊,你被某某名校录取了 当时听到的时候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挂完这个电话之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确定 这到底是一个梦 还是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 是的,是的 我自己也经常有这种感觉 当我做一些稀奇古外的梦 或者一些鬼压床类的梦的时候 我清醒之后我也分不清楚 哎,这个事到底是做梦了 还是真实发生的 或者我们在生活中会见到一些 deja vu 就是似曾相识 但是不确定这个东西是真实发生过的 还是我在梦里见过这个东西 所以呢,睡眠和梦境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研究话题 没错,没错 讲到这个deja vu 更是让我觉得对做梦这件事情 又多了更深一层的困惑 到底是梦 还是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短路了 哎呀,真的是 到底是真是假 是梦境还是现实 傻傻看不清楚啊 还是说只是黄梁一梦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那在开始之前呢 简单的先提一下 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就是一款帮助你测睡的枕头 如果你有打呼噜的问题 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症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这个测睡枕头 Pillow Cube 我自己也在用这款枕头 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诊所呢 有一个九折优惠码 Mind Body 10 你可以在我们诊所的网站 找到这款枕头的链接 mindbodygarden.com 斜杠Pillow Cube 一山啊 我其实不是一个常常做梦的人 哦,是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每天都会做梦 我觉得我能够想起来的梦 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 靖,我觉得你这个说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 其实是两个知识点 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 每天是不是会做梦 第二呢 就是我们会不会记得我们的梦 这其实是两回事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只要你身体健康 那么你一定是要做梦的 每个人每天晚上 都有一大段的睡眠时间 是要做梦的 梦还挺重要 但至于记不记得这个梦 记得的是什么样的梦 人和人还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 我就是一个梦有颜色的人 我在梦里啊 我能看见五彩缤纷的颜色 而且呢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 屋外下雨 最近加州不是大雨嘛 屋外下雨 我的梦里面就会再下雨 哇 所以梦境和现实是连结在一起的 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 但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的梦是没有颜色的 哇 这个听上去很神奇 嗯 我不觉得我的梦是有颜色的 我现在细想一下 我觉得我的梦里不但没有颜色 好像也没有声音 也没有这个五官 五感 听觉嗅觉 好像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对细节记忆的很清楚 却没有这些感官上的记忆了 哦有意思 我都不知道有人的梦里是有颜色的 对但是所有这些你的梦 多种多样的梦境都可以是正常的和健康的 只是我们每个人确实不一样 而且你看我们偶尔能记得梦境 我也不是每天都能记住 但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梦 我们是不是记得我们的梦境 其实也不代表我们睡得不好嘛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可能完全就从来不记得自己的梦 所以不觉得自己有做过梦 但是有的人就记得一些自己的梦 甚至像你记得更多的细节 我觉得这些都很健康 嗯 我的梦虽然没有颜色 也没有声音 但是我记得这些细节 常常是给我很治愈的感觉 我感觉我的梦通常都是 这一段时间生活的延续 常常梦里会帮我解决一些 我在生活中困扰的 没有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给了我一个 在生活中失去的 或者是我特别特别想要的东西 然后会在梦里补偿到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有一次考试 我考得特别不好 但是这次考试 我其实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准备 所以考完的结果 让我非常非常的沮丧 然后这件事情当时 好像也并没有得到 我爸妈的充分的理解 所以这件事情就像一个小心节 一直在我的心里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梦里我梦见 我妈跟我说 我知道你很努力 然后你这次没有考好 不代表什么 然后你以后会考得更好 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经历 在我的梦里其实发生过很多很多次 所以我想我的梦 也许是在 是在悄悄地帮我治愈我心灵的小受伤吧 嗯 哇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我自己也相信 梦是有一定的治愈的作用的 因为其实首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梦境呢 是在处理我们的情绪记忆 就是跟我们情绪相关的一些记忆 会在梦里面有某种程度重构 那么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我们 恢复的修复的这样的作用的 那从主观的感受上 我自己的梦境 很多时候也是有修复作用的 有这种治愈的 疗效的 比如说就是前几年 我刚开始做性科普频道 一三蜜桃说的时候 然后呢 就在国内的平台收到了大量的黑粉 来批判我 说什么人 这是一个女性 跑出来讲这种知识 莫名其妙 然后当时就比较受打击 但是碰到这种大的挫折的时候 我的梦境连续一个星期 那是相当的治愈 在梦境里面有各种各样反向的事情发生 有各种各样外界的资源在帮助我 那么现实生活中 我也在积极地寻求朋友们的 其他同行们的一些支持 一个星期之内 结合梦境 我觉得自己就被治愈了 就每天晚上睡完了 做完梦 我早上起来感觉都很好 还记得我的梦 白天就又有精力去应对这些东西 哇 这个精力太治愈了 所以白天要在外面打斗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梦在帮我们修复 看来这个睡觉的时候 除了睡美容觉啊 对皮肤有好处 对我们的这个精神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是的 对 说到这个提到一些更科学的知识点啊 我这里想提一下 我最近采访了 UC尔湾大学的神经科的一位专家 他不是专门研究梦境 但是他研究很多的睡眠和记忆之间的关系 包括梦境 他的采访视频会放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Man Body Garden Psychology上 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去看那个采访视频 但是他提到几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我们不同的睡眠阶段 对于我们记忆是有不同的影响的 比如说你如果死基因背了一些东西 你想要考得更好 你需要更多的深度睡眠 这个深度睡眠对于这种死基因背的知识 非常的有帮助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肌肉记忆 比如说你练体操啊 你做一些功夫啊 打拳类的这种动作或者舞蹈 你需要有个肌肉记忆来表现得更好 那么你要注重浅度睡眠 就是我们经常大家不喜欢的这个 啊我睡得很浅啊 半梦半醒啊 这是浅度睡眠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睡眠种类 那么浅度睡眠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肌肉记忆 而做梦呢 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处理我们的情绪记忆这样子 哇 所以睡眠除了这个做梦对我们的精神心灵有修复 这个睡眠本身对我们的认知行为 然后精神方方面面都是起到了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难怪这个就是睡眠学家 还有这个心理医生 方方面面的健康人士都会强调睡眠的重要性 我觉得我现在是越来越感同身受了 是啊 所以你看很多人如果说为了考试 为了第二天能做一个很漂亮的presentation 对吧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熬夜 去把这个事我再把它给美化一下 再改进一下 他就在牺牲睡眠 但其实这样会影响你第二天的表现 你想要考试更好 你第二天讲座也好 开会也好你想表现的更好 其实你应该早一点睡 你睡的越好 你的这个记忆认知能力被修复的就越好 那么你第二天的表现反而有可能是更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天就不要临阵磨枪了 就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睡眠上 是啊 所以我们都强调要prioritize你的睡眠 要把你的睡眠放在优先的第一位 嗯 没错 没错 就讲到这个做梦 对我们的创造力 也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听到过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当年发明元素周期表的那个科学家 一直就在思考怎么样把这么多的元素 把它整合到一个这个系统里 而且是很有逻辑的形式 然后这个他在生活中 他清醒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但是这件事情让他在梦里面想出来了 然后他第二天早晨起来 就赶紧把他的这个梦里的这个设想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梦啊 对全人类还做了贡献呢 是的 是的很多大的发明都是在梦里面的 是我们当年上化学课的时候 化学老师给我们讲过 他就说因为这位化学家 他白天不停地去思考 然后呢 日有所思月有所梦 这个就是你白天付出的努力 积累到一定程度 然后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 就梦到了一条蛇 嘴巴咸着他的尾巴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圈圈 然后他最后就想到了那个碳基的化学符号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反正很有意思啦 在化学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 他们积累出来的很多的这样的知识 到了晚上被大脑在一定程度上整合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睡觉的时候 大脑并没有停下工作 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时刻 都有一部分的大脑在休眠 一部分的大脑在工作 睡觉的时候是这样 白天清醒的时候也是这样 哇 所以清醒的时候在工作 睡觉的时候在工作 人类真的是对自己太卷了呀 你知道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创造力 很有意思的关于做梦的 就是P投士 Beatles里面 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歌 有一首叫Yesterday 这首歌当时就是这个Paul啊 他好像是有一天醒来 突然想到了这个曲子 然后他就弹出来 然后他就以为是 他听到了别人在之前 已经创作好的曲子 但是后来大家都告诉他说 这个其实没有 你是原创的 然后他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曲子 是他在梦里创作的 哇 好神奇啊 对啊 非常地惊叹 是创造力和梦境 好像也是科学家们 在研究的一个东西 貌似还没有特别多的定论哦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在清醒的时候 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素材 积累了很多的努力 那么不管是睡觉的时候 还是清醒的时候 大脑都会在积极地 在整合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离不开 我们的积累和努力了 这些到最后 总会通过某种形式 转化成一个非常棒的创造的 所以听上去 没有任何一分的努力 是白费的 好励志啊 感觉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我们的大脑 一直在积极地工作 我们只要努力 还是有可能创造出 让自己觉得非常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些东西的 没错 相信我们的大脑 在我们清醒和睡着的时候 都是在不断地 为我们去创造更好的 对 也是一种平衡 我们的休息和工作 都是一个平衡 大脑很懂得平衡 我们自己其实在生活中 我觉得也要更多地去 懂这种平衡才比较好 那也希望今天 我们对梦境的这个探讨 对你有所启发 那如果你听了 我们今天的小讨论 你对于梦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想要跟我们探讨的内容呢 都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我是知道国内的小宇宙啊 Apple Podcast下方啊 大家都可以评论留言 那么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 这个YouTube频道 看到我们的这些讨论 在那里留言也是可以的 我们都能够看到 嗯 没错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不管是提问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建议 多多益善 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失眠的困扰呢 欢迎选购我的线上失眠课程 疗程是四个星期 每周呢 我都会提供线上的答疑 这个失眠课程 CBTI的治愈率呢 高达90%以上 网址是 mindbodygarden.com 斜杠失眠 同时呢 也欢迎订阅我们 一三心理诊所的 邮件科普newsletter 下载免费的电子书 每个月呢 我们都会送出 睡眠干货小知识和小建议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一山 我是Jing 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